159 大公報 勸商半年收入超去年總和 2015年7月15日中國證券 B04大公報信 雖然兩融業務出現下降趨勢 但勸商上半年成績單依然搶眼 據證券業協會昨日公布經營數據顯示 125家勸商上半年實現營收33005.08億元 人民幣 錄得淨利1531.6億元 雙商超越去年全年水平26002.84億元及965.54億元 此外 業內共116家公司實現營利 統計顯示 勸商上半年主營業務收入包括 代理買賣證券業務證收入1584.35億元 證券承少與保證業務證收入160.51億元 財務顧問業務證收入43.54億元 投資資訊業務證收入19.25億元 收託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證收入122.14億元 證券投資收益 含工運價值變動920.63億元 利息淨收入366.4億元 截至期末 125家證券公司總資產為8.27萬億元 淨資產為1.3萬億元 淨資本為1.14萬億元 客戶交易結算資金如額3.41萬億元 托管證券市值38.62萬億元 收託管理資金本金總額10.23萬億元 相較去年底數據 120家證券公司總資產為4.09萬億元 淨資產為9205.19億元 淨資本為6791.6億元 客戶交易結算資金如額 含信用交易資金1.2萬億元 托管證券市值24.86萬億元 收託管理資金本金總額7.97萬億元 投降啊 公司 wissen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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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